開西 50歲我覺得生小孩太晚 乾脆不要捨 那50歲乾脆不要生吧 都不是我在生 哎不是生小孩不是 不是只有媽媽累 媽媽是 多一道步驟再累 多 多一年就是他會他會先比你累一年 可是這之後也是要大家一起承擔的 對啊 怎麼又不是你在生 乾他媽要養啊 苦啊 很想要很苦 但是如果養到我怎麼辦 我35歲 都遇到很喜歡小 但哎可是 我說真的 如果我今天交往的話 然後 我知道我的另一半很想要一個小孩 乾會讓我 他會讓我沒有那麼喜歡這個女生 也不是說沒有讓我那麼喜歡啊 就是 我會有 我會有疑慮 對我會有壓力 我會有壓力 對我想跟你生一個小孩 不是說我想跟你瘋狂打拋那種 真的要跟你生小孩 看壓力真的很大 我講真的 然後那個女的重點是他又很懂事 哇 然後我又是一個不成熟的男生 看那種聽起來那個壓力就很大 超級大 都只能說好沒問題 我一定會 我一定 我我一定會跟你結婚 我會娶你那種 都只能騙騙他 我也知道自己也是個渣的 就是騙騙他 反正女孩子嘛做個夢就好 講一些他愛聽的話給他聽就好 我我這幾年 我這幾年 比較 比較 就比較做自己啊 這幾年我是真的比較做自己 就是不合理的要求我沒辦法接受 就譬如說我會喜歡 其實就是這幾年 譬如說我可能會喜歡一些女生 或是說喜歡一些人 然後我跟他相處的其實不錯 然後 但當我認識到他 比較熟一點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對方 就是會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我就會開始比較的 比較的自私一點 我就會不要啊 什麼的之類的 我我以前的個性絕對不會啊 我以前的個性絕對是 好 你說什麼都好 你說什麼我都做 但現在不會 叫你幫他洗腳 哎 叫你幫他洗腳 如果這個女的腳很漂亮 不臭的話 我可以幫他洗啊 但如果你他媽腳有夠臭的 還要我幫你洗腳 那不可以 不合理的要求 我是沒辦法接受 像譬如說女孩子要我幫他吹頭 我覺得偶爾是可以 但不能總是 或是每一次 譬如說我們可以來一個 一個禮拜一次的洗頭卡 是在 是你可以用一個禮拜 我可以幫你洗一次頭 這應該是我的極限 一個禮拜洗兩次 我覺得太超過了 因為女生大概一個禮拜洗三次 如果你幫他洗兩 你幫他吹兩次的頭的話 代表說你 你幫他做過半 他就是個殘障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不合理的要求 一次我就可以接受 不是洗頭啦 我是說吹頭啊 吹頭 吹完之後呢 他說 寶貝你幫我吹頭好不好 然後我 很辛苦哦 你知道 幫女生吹頭 你手要抬很高 然後這樣 這樣吹 就算是還不是吹自己 十幾分鐘這樣子 看手痠的要命 然後吹完之後 根本就沒吹乾 你看裡面都還是濕的 不會 哦 算了我自己來 敢聽到這種話 就覺得 已經很累 然後還有拍照技術也是 我絕對不會比其他男生還要差很多 但我幫每個女的拍完照之後 你根本就不會拍 你在整我是不是 怎麼不這樣拍 我永遠都是被嫌 所以我習慣了 所以我拍的時候 我是他媽隨便拍一通 反正我等一下還是要背錢 然後你等一下還是要再喬 下我腹肌了嗎 想太多啊 要先 我現在要先吃著健康 然後 讓體重上來 阿嬤哥感謝 只是我量體重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我沒有 我我以為我很瘦 我我一直以為我只有 四十幾 其實 結果我量完之後 我沒有 我沒有四十幾 我是五十幾 四六比蛋卷還七嗎 蛋卷哪有那麼胖 蛋卷以前他媽37 38 他再瘦一點的時候 還要35的 跟鬼一樣 我記得我我看一下 我他們以前蛋卷的照片 哎好像都沒照片了 好像有沒有 以前蛋卷的照片 可以看看他以前那個紙片了 我找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讓你們看 他會不會生氣啊 那我Facebook有一些 我我現在Facebook有一些照片 是沒有鎖起來 鎖起來了鎖起來了 是一些我跟他的合照哎 Facebook真的是很可怕的東西 還有他親我親我臉的照片 露出來 不行不行 那個應該不能給人家看 啊我要去問蛋卷的 他願意花多少錢跟我買這張 刪掉 刪掉這張照片 我看看他花多少錢跟我買 這個好像是去什麼地方拍 我給你們看一下 好 這個是在那個 去一個展場 然後有照他的腳啊 幹你有看到他的腳嗎 沒有這個是這個是那個 你你要把他臉折住 因為 這東西不是看臉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什麼技 他還有他的手 你可以看到只有骨頭 我以前認識的蛋卷是只有骨頭啊 太鹹超獸 這時候好像303035吧 幹超可怕35 我以前那時候50啊 別放了他等下他罵人 他現在胖 我那時候就叫他吃胖啊 後來他吃胖好很多啊 啊35 對啊 35啊 你沒錯啊 35啊 35就是大概快1 2分之1個我 這上完整營養個蛋 對啊 你他嘛 你也是 你也是不健康啊 還是你是健康的 你不健康吧 你看起來沒有很健康 就算我 就算我垃圾遊戲好不好 我先看一下 光有力我罩你哦 媽的我都不要玩這種遊戲 食物大蛋殭屍 被拒絕嗎 媽媽比比兒都會玩 有玩過奧雷十二嗎 沒有哎 這款遊戲應該這一輩子都還不會出吧 奧雷十二這一這一輩子都都不會出了 都不會出了 沒有沒有那款遊戲還沒出玩不了 在我的實地裡面還沒出 我有迷你DC 你要自己偷偷看 你可不可以收回啊 我不想看 啊好啦 到時候再跟我說啦 沒有 我以為你要貼遊戲推薦給我 不然說你要推薦給我遊戲 我應該不用看了 我以為你也會不會出現在的 我以為你是不是有一種 可憐的 我以為你一 Access